接下來的新聞,我專門上網看了一些片段 但他們有一個理念,可能陳彥恒或你眼中看到某些食物之下 嘩,很噁心,這些食物都可以吃的 是的,有的 這些食物都可以吃的 當然陳彥恒就說,狗肉都可以吃的,你們是否作戰 要吃人肉吧,不要吃狗肉 有一次,我們一群人慶祝生日,有隻乳豬而已 他不吃就不吃 你說陳彥恒? 是的,他會作戰我們 是嗎?我怎樣作戰你們?我沒有禁止你們不吃 我們不是,他旁邊有個男人很有風度 很有風度就說,孔姐,你知道是一人一塊 然後嫁給他,我不吃這些東西 他就說不吃這些東西 我沒有說這些東西 我說多謝不用了,通常都是多謝不用了 其他人就吃了,就吃了 他的眼睛就看著這些人吃 然後他就說,你不吃嗎? 然後他說,你不覺得這隻小豬很慘嗎? 他就會說個故事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有些馬蘭奴就說,不慘,他都很健碩 有些七天已經吃了,他就嘩 他就叫他喊了 七星之啊 對了,為什麼今天說這個故事呢? 就是最近全世界,有一間叫作偶博物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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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全部掛了你的相片啊? 和我的相片啊? 我也有反 沒有你們兩個 沒有你們兩個 只有我而已 沒有可能 全部都是作偶博物館 如果放去那些叫作業 作業博物館 你那些叫作偶 叫作偶博物館 哈哈哈哈哈哈 叫作偶博物館 他們走進去的館裡,有一句說話 英文寫的,請你們好好細微一下 你走進去的東西,你會覺得作偶的東西 即是會偶 即是會偶 就是discussing,即是作偶 作偶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哎呀,接受不了 其實只不過是大家文化差而不同 哦,會啊,會啊 即是他說的一件事 請你們去看這件事 只不過是文化差而不同 人家能夠接受到的食物 你覺得有沒有搞錯 這樣也能放進口 是的,沒錯 他有一句說話寫在門口裡 因為他為期三個月而已 因為他每天都要換的 真的有得吃嗎? 不是你的相片 不是我的相片 隔離館 成本高很多 沒有 你的相片也有一個儀虎同工之妙 你可以自己搞 作偶博物館 我們三個人一起搞 其實是一個照片 然後他門口裡有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我還沒開之前 大家細味一下這句說話 先跟我進這個博物館看 他說全球 大家因為文化差而不同 你認為作偶的東西 他是搜集了全球80樣東西 大家看到他會偶的 你怎麼能吃得下 我想中國人去看 應該都沒有這個感覺 很少 很少 然後他有一段說話 當你以為這件事作偶的時候 只不過你要反問一下 其實大家在地球生活 文化差異不同 你認為偶的食物 可能是別人的美食 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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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我們中國特別多 鹹魚 別人的美食 所以說就是因為文化差異的不同 如果地球是一個共存的社會 請大家接受別人的一些 你想作偶的食物 都很難 都不是這樣說的 食物這件事和文化是很相似 人家放進口裡 他吃得下 總有他放進口裡的原因 那時候有個電視節目很受歡迎的 有個肥佬 去西方各地吃的 覺得是不能夠接受的 其實你有沒有特別覺得 外國人是比較懶惰的 尤其是白人 他們真的比較懶惰 什麼菲律賓鴨仔蛋 又說未見過 來到香港吃什麼 皮蛋獸肉粥 又說 怎麼會吃的 又要扮在你面前 吞到他那些 你覺得有些作狀 我們真的覺得見怪不怪 奇怪自敗 任何樣東西 我都覺得可以吞到口裡 對 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帶你走進這個館裡 有些什麼 走進去第一件事 就是陳彥恒和李麗 每天都吃的 皮蛋 芝士 皮蛋獸肉粥 對 不知道為什麼外國人覺得很恐怖 臭蛋 他們是排第一位 怎麼會啊 他們覺得應該是牛臭了千年的蛋 對 是你們才吃的 對 他們拍攝那些 很可愛的小女 他們覺得這些蛋是壞掉的 千年臭蛋 對 他們簡直是說 為什麼中國人可以吃皮蛋 皮蛋 是他們外國人最嘔心的食物 最嘔 英文好像叫什麼 是大千年 一萬年的蛋 一萬年的蛋 一萬年臭蛋 你看看 蛋臭了真的很臭 但你真的覺得臭嗎 我不覺得皮蛋的臭味是臭的 大家討論一下 在外國人眼中 不明白你們為什麼可以放在嘴裡 皮蛋 感覺上是很簡性的 臭嗎 臭不臭呢 其實是臭的 臭豆腐你也可以說臭 臭豆腐 其實我不覺得臭 我們覺得香 對 這就是文化差異 對 整條街上飄 特別是秋天的時候 你聞到臭豆腐的味 我會馬上隨著風去找臭豆腐 那為什麼你們會覺得皮蛋和臭豆腐好吃呢 就是你們的童年 你們吃開 所以你們吃開 我接受 你們接受了 人家說 這樣都吃得下 沒有東西 有什麼問題 還有它製作過程也很可怕 你想想 是吐的 吐出來的 吐到它真的臭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味炸的臭豆腐 見過 原貌你見到之後 你還吃得下口 那些人就覺得 其實有點像廁所的味道 那些味道 綠色 是 絕對是 有散 有霧 沒錯 像在廁所掛出來的 那些味道就像是公廁 那些公廁很壓 濃縮了 有很多萬人尿的味道 但你們又放在嘴裡很好 加點甜醬又說好吃 炸香了就覺得很香 但你不看回原貌 有多少人見過臭豆腐的原貌 其實皮蛋的樣子也不太看 皮蛋的樣子也不太看 皮蛋的樣子很漂亮 皮蛋很喜歡吃的 不是 蟲花 蟲花心 你知不知道外國人很怕 看到那些蟲花 他們覺得是 霧 霧 霧 好像珠樓紀公園 那時候看到有些東西在 就是DNA 是虎牌裡面的一隻蟲 蟲 蟲 在崗下面 全都是列紋 你不覺得很漂亮嗎 我也覺得是 其實外國人覺得很恐怖 覺得很漂亮 好像雪花一樣 我們還要選擇蟲花 唐心 還要漏出來 加一片蟲 和你的心態院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你的心態院的一樣是這樣 不過你想想 一隻蛋由白色變黑色 還要看到有紋 他們就會覺得 你怎麼搞出來的 就等於那個臭豆腐 他們看了 他們想嘔 看到臭豆腐 為什麼你們可以吃得到口 不吐臭的你們都不放進口 他們覺得 不吐千年臭萬年臭 你都不放進口 那你的芝士呢 為什麼你們可以吃 這個博物館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接受大家的文化 是一個文化來的 中國人覺得沒有問題 口味這件事真的沒有問題 乙生驅隆蟲 從小到大的 等於你問我 整個系列的東西 是我從小看見那些 叔叔和伯母吃到大的 這堆東西是排在頭 皮蛋第一 對呀 這個博物館 好像之前有一個報告 說他們寧願吃醬糞 都不吃皮蛋 真的 好像說是 我很想搞這樣的遊戲 好了 有80樣美食 當然中國的食物名列前茅 當中包括 就是湖南土製皮蛋 那些 你知道 然後就是臭豆腐 臭豆腐 應該也是 他們都很討厭人家 然後是三鞭酒 你知道 男女妙奔 妙奔 妙奔 你看見 朱咪咪咪 那種孝婆四 妙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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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鞭 三鞭 三鞭酒 三鞭酒 是給男人喝的 虎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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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哪幾條鞭酒 什麼鞭酒 是哪邊 奔奔 奔奔 有些頭髮 總之三鞭酒 就是壯陽的 綠鞭 虎鞭 是不是隨便找三條鞭酒 是呀 我不知道 我還沒喝過這些 很久之前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廣告 有一個 好像馬戲班一樣 石裸上身 還有一條功夫褲 有三支蠟燭 然後找一條很長的鞭 記得嗎 我記得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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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 兩邊 再打 三邊 很大隻 然後說三邊 邊邊有力 二補三邊酒 二補三邊酒 補妖狀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經常看這些東西 這是人喝的 最早期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 類似那些貌似 那些貌似 陳彥恒那些 死了 我不說他什麼名字 死了 停了胸 胸 胸又裝得很大 他買下一個小婆四 屁股又扭到很上 扭腰 直接放陳彥恒的姿勢 手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他拿著一瓶酒 哈哈哈哈 阿拉菇那些 類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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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死了 所以不說他的名字 他拿著一瓶酒 男人 喝了 他扭了 男人 喝了 就令我們 開心了 哈哈哈哈 還不是開心到死了 最多就是 快樂到死了 快樂到死了 那就像什麼鞭酒 又是那些 男人喝的 不是女人喝的 男人喝的才沒有老酒 男人喝的才沒有老酒 然後女人開心 對呀 對呀 沒有理由女人喝的 外國人看見那瓶酒 其實我覺得老鼠酒 挺可怕的 想吐 就是老鼠仔在這裡 沉在裡面 很恐怖的 一樣 大把這些 我有一次看到 嚇死我 如果我要拍這個女流特輯 我一定要走 沒有鞋子玩劇 他叫你喝杯 我們先撞一下羊 在台灣很流行 台灣很流行 吃一個叫做黑湯 黑湯 名字叫做 黑色的黑 黑湯 一碗湯的湯 一碗湯的湯 那是什麼 然後打開是黑的 屎重 一整個臀的 Èhöhö쪽에在台灣都想吃嗎 是很流行的 蛙羽膜有状种病 是的 蝙蝠有啊 那隻眼睛收縮了 你會知道蝙蝙肉一收縮了 眼睛很大 那隻牙都會突出 像老鼠一樣 很恐怖 有什麼好處? 狀陽好像也是 又是狀陽 台灣人很流行喝 中國男人真的很不適 很不適 狀陽就喝 什麼豹 豹丸 三邊酒 黑湯 海狗丸 海豹丸 甚至有一件事 我看到很多女人吃 我每次吃火鍋 通常叫都是女人 雞子 我有個朋友很喜歡吃 很討厭 但女人很喜歡吃雞子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說咬下去很爽 這次十大最噁心的博物館 就是牛膏丸和雞子 他覺得你們中國人怎麼吃得到口 為什麼牛歡喜不吃? 沒有牛歡喜 反而沒有 為什麼牛歡喜不榜上有名? 沒有 有牛膏丸 還有雞子 男性器官受歡迎 雞子 雄性器官受歡迎 雞性器官沒有那麼受歡迎 我又不想問你們 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吃雞子 我不喜歡 從來沒有吃過 我有個朋友很喜歡 反而是永遠都是女人 不理會三七二十一 就把他全部倒進去 用來煮湯 然後拿出來吃 聽到他吃得爽爽的聲音 他就說爽的 你試一下 我知道了是什麼 其實因為你們知道了是什麼 真的嗎?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 可能你都會覺得好吃 我猜 應該是 這個極具爭議性的 這個就是 作樓博物館裡面 除了剛才說的皮蛋 我們小時候吃到的臭豆腐 雞子 還有一件事 就是東南亞地區裡面 不明白為什麼 你們會有人會吃的 就是榴槤 都放在這裡 榴槤 沒有理由 那些外國人是想嘔的 味道 為什麼外國人不吃榴槤 其實榴槤的味道 如果你不喜歡吃 有一點像一堆臭物 一堆臭物 或者是貓屎 如果這樣的話 似乎他們不喜歡 中國人 或者是東南亞人 吃的食物 異高同工之妙 都是牛臭的味道 農味 紫味 尿味 臭 還有這個就是 愛爾蘭 愛爾蘭 人們喜歡吃 鯊魚腐肉 很出名 鯊魚腐肉 釣了鯊魚回來 有時候他們要什麼 切掉了醃 不再詳細說 他們會把那些肉 就這樣放在這裡 因為那些地方是冷的 讓他們自己 嘔到它 嘔到 其實切出力 都很噁心 嘔到它變質 嘔到它變質 像是鹹魚那種 不是鹹魚 是那些腐臭的魚 是會馬上嘔的 我見過有一次 是看一個旅遊特輯 有一個英國人 去到這個地方 跟他們一起釣魚 跟著他們說 請他吃 還沒拿出來 就已經有一股很臭的味 看著它 切一塊給他吃 他馬上吃那一塊 就 真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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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假的 我想為什麼會喜歡吃 臭魚 為什麼你剛才說 地方的文化不同 有些人會覺得 從小吃到大 這種就是美味 但是我們因為不接受 所以就想吐 這個純粹是文化的差異 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四川的辣兔頭 辣兔頭 兔仔 兔仔頭 但是用很辣的烹飲煮法 去煮這隻兔頭 辣兔頭 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兔仔頭 辣兔頭 辣兔頭 就是一個兔仔頭 做辣了四川 叫做辣兔頭 這個形狀不凸 對 還有 我先說 原來有的 我想吐那個 就是整個 那就是 火福湯 對 台灣很流行 很流行 很流行 在哪裏喝 台灣的街檔仔 真的嗎 很流行 叫做黑湯 叫黑湯 對 對 還有一件事 當中裏列了 地球上實在太多 炸的那些 叫做hamster 就是養的那些 那些 田鼠 不是 那些 塞的東西 在水裡 那些 哈姆太郎 哈姆太郎 那些叫什麼 哈姆太郎 那些什麼 哈姆太郎 天竺鼠 天竺鼠 他說秘魯人用來炸來吃 他們是美食 那麽突然 秘魯人 你不覺得 就算那些 剛果那些 吃星星都很噁心嗎 他們從小到大 吃星星都很噁心 他們就好像 街頭美食 就是叫做炸豚鼠 就是街頭美食 周街都可以賣 就是我們炸乳鴿 炸乳鴿 好像我們在街邊吃 煎養三寶 沒錯 那就是炸那些 哈姆太郎 那你會覺得 哈姆太郎 也是這樣 我家都在養 文化不同 人家當寵物 我們香港 他們當食物 他們當食物 所以你不可以不可以說 那些是秘魯的文化 周街都有 全部一隻隻 炸好 排在那裡 你自己走過來咬 那就是 你怎麼接受 你自己家裡養一隻 你怎麼接受 周街都賣炸 所以你不可以走過來 剛才有一件事 我看過之後 我沒辦法吃 但原來在意大利是最出名的 意大利嗎 意大利嗎 意大利最出名的 意大利人很喜歡的 美食 美食 又是關於動物的 也是動物的 是不是動物的 還是一些 好像歐臭的東西 比歐臭 比我們的皮蛋 比我們的臭豆腐 比我們的臭豆腐 嗯 是的 我們有沒有吃過 我想我們中國人 看到是會想吐的 嗯 我自己是會吐 我不行 這件事 它有一塊大型的芝士 很大型的 那些圓形那些 批了一個洞 你就經常看到有一個洞 是不是 這種是這個 叫做 上面的蟲 意大利的美食 有個大型的芝士 然後中間有個洞 是 牛到有魚 是 魚 就是那些 那些蟲 好像絲蟲 那些 牛出白色的蟲 只是吃那些蟲 嗯 是嗎 那些蟲有芝士味 讓我問一下 讓我問一下我朋友老公 咬下去 咬下去咬下去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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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豐富 蛋白質 又是意大利方式 撞羊 不是 以下你方式的撞羊 咬下去 我看也想吐 OK 我不行 不是生蟲蟲的 生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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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芝士一起吃 有見過人吃 對 這個叫做 追蟲 很出名的 叫做意大利活追乳酪 活追乳酪 嗯 好 是動的 但又把芝士一起放進嘴裡 追蟲通常聽到傷口才會出現 沒錯 它是吐一些追蟲 吐一些追蟲 嘩 流浪狗很多 你捏一些來吃 雙口不同 但流浪狗是吃肉的 它這些是吃素的 噢 一個素蟲 一個肉床 對 對 一個素蟲一個肉床 你明白嗎 它在芝士口出來 它是吃芝士大的 所以它有芝士味 那些就有腐肉味 對 不同的 不同 有爛肉的味道就不吃了 不同 也可能有人吃 對 好恐怖 我有一次看Discovered Channel 那些非洲人的孕婦 駝到差不多一個肚子 大概四五個月 它們就會上山在樹中間 咬的爛木 反轉爛木 就叫出來 有一條很肥大的 很粗的 很粗的 那些叫做 一條蟲 是動的 那條蟲是動的 整個包在嘴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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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吃得很開心 真的有味 它沒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補 最豐富蛋白質就是這裏 蟲是 未來基本上 世界糧食也有宣佈過 它還生食 生食 生食真的好棒 又是那些 一咬下去 嘩 整個臉都是 你們很多女人 又是生食的蟲 又會出聲 我沒有說 我也不知道她喜歡 她最對得正 最對得正 喜歡就喜歡 美食的東西 是無分各界的 美食當前 是不是 我日日家都是美食節 是 國際的 喜歡吃這個珍寶腸 無罪 喜歡吃蟲 無罪 就告訴大家 就等於 陳彥恒喜歡吃鄧少鑽的皮蛋 都無罪 我說鄧少鑽煮一碗皮蛋 是給你吃的 沒有 我真的很喜歡吃皮蛋 我真的覺得無罪 我喜歡加薑 再減少少糖 那就是維斯非常好 對不對 那你選些什麼 年紀大一點的是射皮蛋 年輕的不是 陳年皮蛋 那我選你那些 年輕的是鹹蛋 不是 看清楚的是否有蟲花 有蟲花 拉開一定有紋 有蟲紋 我肯定有蟲紋 從有沒有蟲花 我不知道 經過歲月的洗禮 一定是有蟲紋的 有沒有流心 流心在頭上流出來 所以這個叫作偶博物館 亦想告訴大家 地球上 你認為最作偶的食物 可能是那個地方最可愛的美食 文化差異不同 文化不同之後 不等於你不喜歡的東西 別人不喜歡 這個博物館 希望全世界的人 都能夠共融 去看看別人的文化 來源來自這個 就是瑞典的報道